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2月11日 星期六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更新一下香港各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說01有一則報導 話說近日內地有一個八歲女童來到香港 不小心墮入港鐵空隙 說當時危急之際獲得熱心的香港人協助脫困 整件事是怎樣和各位一起說說 加因香港人往往在你最關鍵需要的時間 總會伸出援手 相關事件在網絡廣傳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一邊商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導 內地八歲女童到港鐵空隙 她的母親因為這件事大讚香港 引起網民的共鳴話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日前有內地網民在小紅書分享 一家人1月20日到香港玩 想著搭東鐵線的時間 八歲的女兒上車的時間 竟然意外搭空 跌落旺角東站的空隙中 幸好獲得路人的幫助 女兒得而脫險 更有熱心的年輕男子 遞來紙巾安慰哭泣的女童 這位網民把自己的經歷寫上小紅書 意外獲得過千位網民點讚 不少網民分享自己在香港的時間 遇到路人相助的經驗 稱讚香港人熱心 對於獲得廣大迴響 她亦感到意外 這位網民向HK01的記者表示 當時她一家人去國外旅行了1個月 一回國就得到同胞幫助 特別感動地說 這位網民就說 當時他們全家在國外回來香港 轉機時間玩了2天 20日晚上8點多 在旺角東站上車的時間 八歲的女兒意外跌落地鐵 門口的巨大空隙 就說幸好她 女兒比較肥 肚子卡住了 頓時引來附近的人經呼和援助 這位網民分享 女兒順利脫困過後 就上了地鐵過後 繼續哭 這個時間有位香港的年輕人拍一拍她 遮上紙巾 她在文中寫說 現在很喜歡香港人 他們在關鍵時刻 一點都不冷漠 文章得到近1500人點讚 有400多則留言 不少人都分享自己在香港 旅遊時間被幫忙的經歷 有網友說自己很多年前 深夜拖著行李行李行李 一個人在重慶大廈附近 就當失路 就說遇到一個夜班回家的香港本地姐妹 她說小女生一個人晚上不安全 特別把我送到油麻地的女館 還寫了一張字條給我 留下她的電話號碼 那位網民就說 所以後來不理會發生什麼事 我一直對香港都頗有好感 亦有網民分享自己第一次去香港找不到路 就說一個行色匆匆的中年叔叔主動問我去哪裡 帶著我轉地鐵 又匆匆走了去的 那位網友最後決定去香港讀書 就說遇到的人都很熱情和善良 還有網民表示自己曾經遇到不會說普通話的大叔 因為無法用語言溝通子路 乾脆親自將他帶到目的地 以上折錄於HK01的最新報道 日前原來在旺角東站曾經發生過這一幕 就是一個八歲的內地女童跌入空隙 當時四周圍的香港人及時伸出援手 這位女童的母親回到內地過後在小紅書分享 意外地獲得不少人的稱讚 認為香港人相當熱心和善良 怎樣說也好 在香港人眼中 若然要救命的話 始終會在關鍵時間伸出援手 這次幸好那個女童並無大礙 不過上車受驚的時間 附近的香港人尤其是一位年輕人 都過來哄一哄他遞上紙巾 靈畢商和各位網友一起看看車鏡片段 根據先導日報的報導 屯門紅的逆線駕駛衝燈駛入駕 過馬路的男女嚇到後退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網上日前流出一條屯門紅色的士逆線駕駛的短片 本星期日2月5日晚上8時55分 一輛紅色的士圓屯門香氏匯路往塞爾橋方向 去到海都戲院對開的時間 突然 逆線駕駛衝燈駛入青年街 正在過馬路的一對男女被嚇到後退 在等待轉燈的鐵騎士也為之側目 幸好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那個短片全長34秒的片段一開始 一架電單車停在路口前正在等待轉燈 一對男女依照燈號過馬路 突然之間一架紅色的士 逆線駕駛衝燈駛入 的士過了行人輔助線過後曾經停一停 而此司機也知道走錯線 但沒多久又繼續向前走 鐵騎士和一對男女紛紛看著的士 事件引起網友的熱烈討論 一面倒批評逆線駕駛的司機有問題 就說錯了還要繼續走 做他就對了 各位網友都看過短片 真的非常誇張 估計紅色的士進入新界屯門 就不會走 不會走也不是解釋 紅燈 紅燈再逆線再駛入 然後繼續向前走 嚇到旁邊的圖人當場彈起 另外轉看另一側網絡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爸爸跑馬拉松邀請打氣 港女嫌太早起床 網友說搭早機更早 報導的來文是這樣的 那家全城盛市 渣打馬拉松明天2月12日 有一大清早熱鬧開跑 有辛苦練習的跑手 興奮難耐 緊抱今年的口號 25年一起跑更遠 準備明早出戰 並邀請全家人都出席打氣 有港女網民就因為一個原因而煩惱 有位網民日前在網上討論區 以爸爸想全家 去幫他跑馬拉松打氣為題 發帖文 指爸爸今年參加了馬拉松 今年是他第一年參加 見他都很期待 最近在家裡開口 都是說馬拉松 還叫我們全家那天陪他 一起去給支持他 事主坦然 其實我內心也很想 但是這麼早起床 5點多要到 即是4點多已經要起床準備出發 難得一個美好的禮拜日 竟然這麼早起床 但是見爸爸 好像都很需要我們的支持 又不忍心拒絕他 事主於是深深一計 就說定是我應該跟他說 不如我去終點等你 我就不用這麼早起床 等他跑到差不多 先出門口也可以 但是很怕爸爸又會不喜歡 並補充爸爸也練習了好馬拉松 回應的網友大都 異口同聲呼籲事主出席打氣 表示早起床一天半天 又不會怎樣做考訊女 也有人說第一年跑 就嚇他 去旅行坐早機 就更早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說這則網絡熱話當中的女兒 就見明天馬拉松 她爸爸就參加馬拉松 還要第一年跑 如果真的要幫爸爸打氣 就要跟他一樣早起床 於是另一條招 不如終點等他 其實老實說 終點等也不錯 沒什麼所謂 對 因為旷仔也跑過幾屆 這個炸彈馬拉松 在起步到開始跑的時間 都頗難受到打氣 都是自己和自己的比賽 若然這個女兒有心 在終點等他爸爸 一樣是這麼開心 另外網友就說 平時去旅行 坐早機也要這麼早起床 一次半次 幫爸爸打氣 做孝順女也好 另外也說說這則怪物 話說情報的報導 婆婆脫下銀戒指 發現了五隻中文字 家人一看到這五隻中文字 馬上扔掉她的戒指 報導的來文是這樣的 最近在內地河南 有女子分享視頻 表示婆婆手上 戴著幾隻銀戒指 而且戴了很久 有一天脫下其中一隻 被她和哥哥發現了真相 隨即就扔掉這隻戒指 原來戒指之上 黑油 海南 文昌雞 五隻細緻 其實這隻不是戒指 是雞的腳環 戒指是婆婆撿回來的 加上婆婆不識字 以為是銀戒指 一直帶著 而另外兩隻戒指 就是真正的銀戒 由爺爺送給她 家人發現真相過後 過幾天就帶著婆婆去金店 幫她多選一隻金戒指 以上來自情報的報導 大家看到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發生在內地 原來這隻戒指 不是戒指 是那些雞 腳上的銀環 結果婆婆又不知 於是一隻帶著 但原來這隻並不是戒指 家人也很好 立即過幾天就帶她去金店 買一隻正式的金戒指 我是廣仔 我們下次短片繼續聊天